很多人会以咖啡当成一天的序曲 因为醒脑又有活力 那里面含有维生素B3B5 还有萌 酶 甲多酚类等营养素 医生说能够利尿 瘦身减肥 降血糖预防老人痴呆 但是每天喝三到四杯长期累积下来 咖啡过量会导致心剂或肠胃不舒服 这样也不好 如果你还喝错方式 恐怕会把毒素一起喝下去 我们从卖场里面随机买来五款咖啡 第一款是连锁名店的绿挂湿咖啡 还有这个第二第三款是卖场的 还有第四款是集容咖啡液 还有集容咖啡颗粒 这些都是方便拿取 而且能够快速DIY喝到咖啡的 好 我现在旁边有各种不同的咖啡样式 那大部分都是这个卖场 很容易买到的绿挂湿咖啡 那还有集容冲泡就可以喝的咖啡 这个 哦 它比较刚呼啊 好 这个是热滚滚100度的水 我们一般喝咖啡就是这样 上半层这样子绿挂式泡一下 它要放一些在那个一般的杯子上 因为让它也在室温下 待个时间看看 我们刻意营造了保存不好 没有风口的环境 那历经了七天 我们用缩食拍摄全部的过程 食物会怎么质变呢 哈哈 我们家阳台的座席 都被你看光了啦 到第三天的时候 咖啡屋表面就有白白的东西冒出来 而且还有扩大的迹象 我们把镜头拉近看 这白白的是长霉吗 这个应该是霉菌 因为它是长在表面的 是 这样 那霉菌只要一出现了 就表示呢 受到污染 所以最后一条路就是流气 因为外式的咖啡它本身 它是用不支部来包装的 那不支部来包装的话呢 它有隔绝的作用 所以呢 它本身的相对湿度不会提升 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可以延长 可是当你把它打开了以后呢 接触到空气了 这一款是名牌的嘛 这两个是一般的 然后这个就是泡的 这个上次是咖啡粉 怎么摆到室温下变水了 变膏状 这个都已经长白白的东西 有点饿 然后你看这个桌上啊 上次滴下来是一颗一颗咖啡 颗粒 结果现在都变水了 我们把暴露室温七天的成果 用保鲜膜包好 要移动到实验室了 这里是位于 细致的一家生医科技公司 那白白漂浮的菌 肉眼还看得到菌丝啊 我们就取咖啡液来检验 到底有没有这区毒素 我就直接取液体了 然后我们一般当然就是不会取菌丝成 就是测咖啡液 这算是一种胶体精 就是我们在做试剂显色的时候会应用的成分 然后它就是说穿的就是一个奈米精颗粒 那我现在就是很单纯的分别取 就是先从A这个开始 这样可以吗 然后大概会让它跑10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知道结果 接着取咖啡液B 看起来有点头皮发麻 头皮都痒起来了 ABCD都取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褶渠毒素专用试纸来测试 10分钟之后很明显有两条线出现 就是阴性对照组的话很明显就是它T跟C 就是检测线跟参考线比起来的话是明显大于的 然后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A跟B的情况 其实就是比较符合是阴性 那在C跟D的部分的话 C这边算是介于两者之间 就是D很明显的话 它的检测线是比参考线略淡一些 就是比较趋近于我们阳性对照组的情况 所以它可能就有则取的疑虑 然后C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也稍微有比起A跟B来说 它的检测线有淡一点点 所以说它可能是也有稍有疑虑的 有者区毒素疑虑是C和D 个别是一般的绿挂式咖啡还有集溶咖啡 而编号E因为已经变成膏状固态 必须先挖出来用别的方式检测 国内制定者区毒素限量是不能超过5PPB 这五种都没有超过 但不代表安全 长眉就是要丢掉 在显微镜之下会致癌的褶躯毒素 长得像这样 要不是显微镜下看到的话 它的颜色和咖啡色泽几乎是一样的 从外观到味道都分辨不出来 具有肾脏毒性而且还会致癌 咖啡在我们面 因为最容易长的就是褶躯煤 所以它有定非常严格的标准 褶躯煤如果被你看到的话 哇那不得了 为什么冰浩一极容咖啡颗粒没有发霉呢 闻老师透露是加了一种叫做脂肪酸甘油脂的东西 有乳化的作用 这个乳化作用出来了以后呢 这时候它可以改变霉菌的透郁性 所以它可以去防霉 那因为它有去乳化性 所以它的溶解输力比较快 所以这个时候它产生的溶解输力快 就变成其溶的效果就出来了 那这种赤柱对人体好吗 任何东西基本上都是适量 不要过量 因为你太多的话 它会干扰到细菌霉菌的透绿菌之后呢 同样的它也会干扰到人体的透绿菌 人体透绿菌干扰会怎样 就是你的细胞活性就不好 活性不好就不好吗 细菌霉菌都不能长了 那你细胞当然会干扰到 也就是说极容咖啡 加了脂肪酸甘油脂乳化 不易发霉 也对人体细胞通透性不好 但适量喝就好了 这种物质还加在面包里头 标示上可以看到 像是奶酥面包 所以真的适量吃就好了 接着我们带大家如何去品尝好咖啡 来到这知名连锁店的后台 这里是有冷气的恒温仓储区 像这个是沙瓦多的勇士庄园 对那我可以取样 让你看看一下生豆的状况 是好 好那一般呢 生豆来我们会做基本的检测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看它的瑕疵率 这是还没有烘的 就是长这样 对就是还没有烘 就是从咖啡树上摘下来 咖啡浆果然后经过一些后置处理法 然后变成一个生豆 还要再做一些干燥 把含水力降到大概10到12% 我们这个叫100%阿拉比卡 所以一般的中间线阿拉比卡会呈现一个S型 如果是罗布斯塔中间线会是一个直的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从生豆判断出 它可能是阿拉比卡或是罗布斯塔 那我们都是阿拉比卡 所以你看它线是弯的 阿拉比卡是最好等级 对对对对 罗布姿势 就是比较低海拔啦 高海拔的阿拉比卡豆 白天吸收日照强 晚上又变低温的环境 咖啡箱比较有层次 价位也比较高 这是一般的当中 这是巴西 所以你看其实品质也是很好 也是很漂亮 所以基本上我不会记住 中间线就不是S也不是G 它弯的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略弯 也没有到很S啦 我问问看 你可以问 这个是庄园等级 现在闻庄园等级 我问问看 对水洗 对 它这个是日赛 这是那个土跟草的味道 对 跟树皮 对就会有一些果实的香气 对对对 那这个巴西 比较有那种糙米味道 还没听过 这个高海拔 这是低海拔 这个价位比较高 这个价位比较一般 别看这生豆硬邦邦的 含水量有14% 在进入到高温200度以上烘好之后 水分就会减低到14%以下 才是干燥好保存的 烘豆的时候 炉子要不停地转动 才不会炒回搭 126公斤生豆 烘完之后 只剩下105公斤 我才惊觉到 哇 真的看不出 它含水量那么多 满式的咖啡香 真是洗脑 烘完豆之后 豆子就会自动到下一个旅程 准备包装 这里是1公斤大包装 准备分送到各全台的分店和加盟店 每个环节都要密封保存好 如果你在卖场或是便利商店看到 放的豆子在透明漏斗槽里面已经出油 那表示可能变质已经有油耗味 喝咖啡有分为浅焙中深焙跟深焙 这又怎么分辨呢 豆子在烘焙过程中 一定会经过一些美娜反应 焦糖霸反应 然后它会有爆点 它会有一爆跟二爆 所以其实比较详细的讲 我们用爆点来判断它的分别 它的培度 像大概一爆 前 我们就说它是很浅培 那如果是一爆开始 到一爆密集中间 我们就说它是比较深一点的浅培 那在一爆过后 一爆结束之后 到二爆中 我们就说这个培度是中培 对 那个爆是什么 就是你在烘焙过程中 你就会听到豆子 Centre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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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 因为它本身那豆子在烘焙过程中 它会吸收热能 那当然豆子吸收热能 已经到很饱然后就爆裂 就跟爆煌一样 如果我想要品详到 这个豆原本的风味 就是和浅焙 浅焙其他浅焙比较好 因为浅焙比较容易表达出 产地所要表现的风味调性 那至于中培到中深 identified 就是烘焙的手法 用烘焙来改造它的风味 是 也就是好的咖啡豆和淺焙的 能喝出農地種植的好風味 還有營養 而如果你喜歡配牛奶 像是拿鐵的話 有人會用生焙豆 因為重烘焙的味道 才不會被牛奶味道蓋過 但如果豆子本身品質並不那麼好 選擇淺焙喝反而是災難 喝出來不是好味道 栗子會把油濾掉 濾掉 那我們到底要喝有油的咖啡還是沒有的 其實你如果在外面喝一般的意識濃縮 咖啡已經煮出來的咖啡 其實它表面已經會有一層油脂 咖啡豆裡面就含有糖類蛋白質脂肪 以及一些全類有激酸等方向的物質 經過烘焙 其實新鮮的豆子在萃取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油脂 所以油脂代表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不想要變胖的話 是不是那個油脂就少喝 怕我怕變胖重點是牛奶 其實黑咖啡沒有什麼熱量 家裡用濾紙沖的話 越溫柔對它越好 才能把豆裡的營養和芳香釋放出來 像我都很快用熱水倒在濾紙裡面 因為趕時間啊 那烘豆師傅說這方法不對 那叫暴力咖啡 營養和芳香都來不及釋出 喝起來和溫柔的手沖咖啡會不一樣 下次你也可以試試看 保存的方式一定要密封 沒喝完再冰回去 然後下次再拿出來 也許這樣來來回回 你想說可能保存的時間 我可以放長一點 因為我放在冰箱 其實是讓咖啡豆吸了很多空氣中的濕度 放冰箱不對 廚房角落也不對 正確方法是放進真空罐 杜絕空氣 尤其台灣氣候潮濕 產生毒素是肉眼看不到的 還有不要買一大包 要喝完再買豆子也比較新鮮 這是賴小英維尼王為你製作的食安趨勢報告 希望對喝咖啡一足的你有幫助 我們還要特別感謝信維生物科技公司 協助檢測黴菌和蔗渠毒素 如果你有檢測需求 這個快篩劑10分鐘就能夠測出來 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在下方 我們下次見 聊完 怎樣 小英維尼是腸胃不舒服嗎 喔 對 因為之前就是每天會喝兩到三杯 喝得有點過量 然後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從上面照啊 又從下面照啊 胃靜跟腸靜 結果一照終於照出 在胃裡面有點灼燒 灼熱 原來是胃食到逆流 結果好不容易吃藥 才吃好 現在又可以喝咖啡了 所以適量就好 這邊有廠商的 秘密武器 對 哎呀我們食安區事報告的觀眾 粉絲有福了 這個呢是這次路易莎咖啡 他送給我們的觀眾 我們總共要抽出12名 你只要在YT下面留言 然後並且到監督的力量FB 參與活動幫我們留言分享 然後截圖告訴我們你有分享這個動作 然後呢我們就送你這個一盒 這一盒裡面總共有10小包 你不要看喔 這不是只有一種味道 像這個是 完美日曬耶加雪芙 還有這個是 黃金曼特寧 還有這個是 中美洲超級巷豆 大概一盒裡面有三種口味 還滿好的齁 這很多口味我沒有喝過 那喝完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要參加活動喔 記得YT下面留言 再到監督的力量FB 下面留言分享 分享的時候截圖 讓我們了解 你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好然後一起來看我們 食安區事報告節目 我們就把最快的前面12位呢 朋友找出來 然後私訊給你 告訴我們怎麼樣 寄到你手上 好嗎 好記得喔 掰掰 囉 謝謝 ₆ 許 影片 正